韩盈谈中的乒乓球差异 理论性多 进步没在中国快 11月29日晚 新浪体育连麦节目中 主持人杨明明 连线了为德国校里的乒乓球运动员韩盈 韩盈在连麦中谈到了自己的低骨气 她表示 像我们这次奥运会团体失利 我输了一分 当时失落感真的很强 有一段时间真的不想再碰乒乓球 到现在也不想去回想那一场比赛 但现在想也是人生中的经历 作为入籍球员 谈到国外训练的环境 韩盈表示国外的条件没有国内好 毕竟国内懂乒乓球的比较多 国外理论性的比较多 优秀运动员少 成为优秀教练也是少数 像我们从小在国内长大 都是教练一步步给你指导 在国外还是靠天赋 进步没有在中国快